咋的了彩票又没中 真没中 那啥 我看太空圈 一个减肥群的一个矿友 今天老早没了 做成一个钱没了 出对象给人跑了 见个身腰还扭了 现在可一边躺 搁铁点赞 这啥行做的 水瓶座 对水瓶座 刘柔姐 主要我问你 你看他这种情况 水瓶座经验了 至少没呢 啥时候能转运 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 关于运势的问题呢 我们有请我们经验丰富的 生命之歌老师 来详细的为你解答 水瓶座在今年是老鼠年 太岁当头座 无喜变身货 水瓶座带了太岁之后啊 不是大吉就是什么 多凶 所以一定要稳健 如果说你今年又失恋了 工作又很多麻烦 就说明 这个太岁心啊 肯定激发出了 你命里的一个凶心 所以你一定要稳健 做事尽量少 不要随便接自己不熟悉的事物 工作累了 不要换工作 失恋了 不要极端 如果说有对象接触 那就慢慢聊 时间长一点 久一点 循序渐进 一见钟情的 马上上头 我告诉你 很容易又会伤心的 所以一定要稳健 有根基了 再做重大决定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无往不利 我让你身高兴 没问题 感谢